英國蓮花佳直問的 敬禮敬愛的師佛 弟子想問 如果在多年前 曾經像佛菩薩花咽 藉食某種肉類 如果想要開著再吃 應該如何做 或有沒有遺軌 有沒有遺軌 好像他過去啊 發現說不要吃某一種肉 現在呢想吃了 怎麼做 有沒有遺軌 我記得好像沒有遺軌吧 你們有看過這個開遮的遺軌嗎 有遺軌嗎 師孫的書上有沒有 查真活剝業障 有沒有說這種遺軌 沒有吧 那現在想要再吃 應該如何做 以前發現過的 但是現在想要再吃回來 怎麼做 我記得我以前是這樣子 我剛剛 開始得到搖慈金母的取勢的時候 我有整整一年 是吃素 是不能吃的 也就是說 我便沒有發炎 但是他一年當中 完全是不能夠吃到碰到糞 因為碰到一點點 他就嘔吐 就吐 一年過了以後 有一次吃的時候 就偶然 吃到了 也沒有吐 我那時候就很歡喜 以後就可以吃了 我這個吃素一年 整整一年 我是沒有發炎 但是他自然 他就吃素一年 等到一年過了 就不會吐了 不會吐了 就回復原來 這個 我想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這是發炎的 你跟佛菩薩發了炎 藉食某一種肉 那麼你先想想 把這個炎 給它除去 開遮 應該怎麼做 你當初是怎麼發炎的 你跟佛菩薩講 講清楚 那現在又要吃回來 你是你怎麼想吃的 你也要跟佛菩薩講 為什麼想再吃回來 跟佛菩薩講清楚 你們還要吃回來 就你不要吃 你不可以來的 就會 你不需要吃 我也要吃 你有什麼 大家要吃 若菩萨不可击啊 当初发愿是为什么发愿 现在想要吃是为什么想要吃 你讲清楚 或者是说你身体缺乏营养 想要再吃回来 想要再有一点抛啊 你想要再吃回来 你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佛菩萨 就可以了 因为当初发愿也是你发的 现在要把这个愿收回来 你也可以很实在的跟他讲 应该讲起来没有什么遗鬼啦 还要来个释迦行吗 这跟你解除 解除你这个从以前发的愿 没有什么关系嘛 对不对 你就很坦白的点个香 跟他诚实的这样子讲 就行了 我也是认为是这样子的 这个一五一十的 也不用什么遗鬼啦 什么这个 解索印啊 观想啊 入山昧地啦 这个也不用 因为你主要目的只是 你想再重新再吃回来而已 当初怎么发愿的 你一五一十的跟佛菩萨讲 现在想吃回来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一五一十跟佛菩萨讲 这是回答英国年花佳子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凌亭